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刚才是用那个是吧 罗伯达法则用了n-1次的罗伯达法则 在前面那个为什么就可以随便带值呢 因为它的导函数都是连续的 最后一次n-1节导函数不见得是连续 存在什么问题 但是n-1节导函数只是在x0那一点连续 在其他地方连续没有保证 所以我们做题的时候要小心的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一个函数在这一点呢 存在着n-1节导数 那我一定可以写成这 就是fx是吧 可以写成它的n次多样式 也就是teler多样式 就是在x0那一点的函数值 再加上在x0那一点的1节导数值 作为一次项的系数 加上在x0那一点的2节导数值 作为二次项的系数 一直加上n的阶层 在x0那一点的n节导数 因为这n节导数有啊 所以x-x0的n次方 然后再加上一个余项 那余项呢 刚好是比x-x0的n次方 更高阶的无穷小 这就告诉你这个定理啊 什么时候能用一个n次端数来逼近呢 它至少得有n节导数在x0那一点 那么误差估计什么啊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说 一个是函数fx的条件 第二个就是余项 rnx 这两个问题就都回答了 那么特别是 当x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展开式就变成什么 这个台劳公式就变成什么了 就是整个这个台劳公式 这加余项就叫台劳公式 这台劳公式就变成这样 是吧 在圆点附近展开的 是吧 那这个定义就是在圆点的函数值 是吧 再加上在圆点的一阶导数值 是吧 rx-x0 rx0是0 所以这就是这样 变成这么简单 是吧 f在圆点的二阶导数称x的平方 是吧 加上n阶导数 rx的n次方 加上一个余项 余项呢 是比rx的n次方更高阶的无形象 高阶无形象 我们呢 就把这个上边的式子 也叫台劳公式 台劳公式 底下也叫台劳公式 底下台劳公式呢 因为是在圆点的 台劳公式 rx0等于0嘛 就把这个台劳公式呢 叫做马克罗林公式 在圆点展开的台劳公式 在圆点展开的台劳公式 叫马克罗林公式 马克罗林公式 什么叫马克罗林公式 什么叫马克罗林公式 就是在圆点展开的这个台劳公式 叫马克罗林公式 第四个 余项的这种形式 余项 这种样子 或者这种样子 都叫做皮亚诺余项 rnx 终于皮亚诺余项 皮亚诺余项 我们就给出了这些个解释 这些个解释 那我们下边来看看 就是关于这个台劳公式 也好 在圆点展开的马克罗林公式 也好 它的 优缺点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就是一个函数的 就是它的台劳公式 台劳公式 那么这里头有两个问题 是吧 一个呢 就是说 你这个式子 是吧 x0 x要非常靠近x0 才能使得这个估计 才能够很好 是吧 要高阶无尽小 所以这是说 就是x 是吧 要充分靠近 是吧 要不然你这高阶无尽小 这x跟x0 它很大 那当然就没意思 所以这个指 是说 在x0点的附近展开的 是吧 台劳公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你这个估计 是吧 这余向的估计 是吧 余向 rnx 是吧 可以写上 就是说 跟这个x-x0 是吧 高阶无尽小 是吧 或者x-0 是吧 高阶无尽小 这无尽 这个余向的估计 只是一个定性 是吧 只能知道 是比它来说 比它的n次方 更高阶的小 就是 那么具体 它不便于误察估计 是吧 你说我要求精度 到小点后边的第七位 你靠这个东西 是算不了的 是吧 所以它不是 不能量化 是吧 这两个 是吧 关于这个台劳公式呢 用起来不便 是吧 一个是你要先展开的话 这x-d 靠近x-0 它不能说 x-d 离x-0很远 那意义不大 那没什么意义 是吧 这是第一 在余向的这种形式呢 都只是说 是吧 定性的估计一下 说它比它高阶无穷小 比x-s-0 n次方的还小 但具体怎么样 是吧 做估计 非常的 不能做 是吧 不能做 所以这个台劳公式 这个写法不好 是吧 那么下边我给出另外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 我们书上并没有写 是吧 书上只写一个 是吧 那么中值定理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定理啊 彻底改造一番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用下边这种形式 来写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定理二 是吧 这定理二 我们做题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 是吧 比定理是有很多的优越性 现在在函数fx 是吧 在这个b区间上 条件加强了 是吧 有n阶的 连续的 是吧 导数 导函数都得连续 刚才我们说有n阶导数 是吧 没说这个导函数连续 n阶连续 是吧 在开区间上 有n加1阶导数 n加1阶导数 那么我们就说 可以这样 对任何的两个点 任意的两点 这好处在哪 不管这两点 离得多远都没有关系 是吧 你只要 b区间里随得两点 这两点 靠近不靠近 不管 是吧 就有这样的公式 在b区间有n阶的连续导数 在这个开区间上呢 有n加1阶导数 这正如我们好像是在前面所讲的 说宗师定理所说的 在b区间上连续 是吧 至少在开区间上可导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是吧 一样 而且这个 对任意的x0 是吧 和x 只要区间ab区间 两点 这两点怎么靠近 都没有关系 是吧 离得多远都没有关系 就有这个式 是吧 fx fx 也写出它的 太落多样式 是吧 在x0那点的 函数值 是吧 加上 在那一点的 导数值 做一次项系数 二次项系数 加上 在x0的n阶导数 减轻x0的n次方 然后再加上 余项 看看这什么样子 余项就这样写 看看 就好比 这项的自然 往后那一项 后边那项 就应该是n加1的阶层 是吧 这加上 n加1的导数 是吧 然后呢 x 减x0 n n加1次方 就好比是说 余项就是相当于 这项 后边往下再写 是吧 那后边那项 当然就n加1的阶层了 n加1也导数了 x减x0的n加1次方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它不是在x0 这次再不是在x0那一点的导数了 而是一个内点 是吧 其中的x 是吧 比如x0 x 可c就在这 现在代替我们刚才余项rn的部分 这就是余项 是吧 前面就是 泰洛多样式 泰洛多样式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公式 就非常便于误差的估计 它的第二个优点就是 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的误差可以量化 可以精确到所小点后边要求你多少位 多少位就可以靠这公式来做 这是第一 优点 第二个优点 它不是说光是在x0在附近展开的 它在x0 x1 x0和x 可以是区间ab的任何量点 是吧 就是它的主要的两个差处 是吧 但是条件也变强了 是吧 条件是在整个b区间有n阶的连续导数 在开期间有n1的导数 这样 条件变强了 而且我们那个结论呢 也变得更为有利 另一两点 而且 这误差估计就非常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证明这个事 这书上没写这个定理 那我们这定理呢 那更为有利 我们怎么做了 我就得想办法 首先当然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是吧 这个函数本身 跟它的财务方式做差 也就是那余项 是不是就是这种形式 是不是这种形式 是吧 就比一比这个 是吧 那所以我们在头一部呢 当然就是写出来 就是fx 是吧 减去是吧 fx0 减去是吧 这个 f 都得减是吧 看这就写上这儿的了 f2'x0 x-x0的平方 再多写一下好了 x-x0的平方 再加上 n的阶层分之一 x-x0的n次方 我们把这个函数写好了 实际上这函数跟它那个 这个抬了端数的差 看一看 跟这个函数的比 是吧 x-x0的n加一次方比 比的值是不是这个数 是吧 就看来 就看来这个就行 是吧 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都相简单 是吧 那我们就造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怎么造法呢 这函数造的就有点技巧 我们把这个里头的这个x0的地方都写成t 做成t的函数 大家看看 我们造一个函数 那函数怎么造的呢 叫做ft好了 这怎么做的呢 就把这里的x0都改成t 是吧 x0改成t 所有的x0的地方都改成t x0的地方都改成t x0的地方都改成t 这也是 这改的地方多了 x0改成t 这也就改啊 但是不是说一下就能想这个东西 是吧 就变成t的函数 ft就这么造的 是吧 这么造的 然后呢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函数 是吧 就是这个函数 x 减x0的n加一四方 跟它来比 是吧 我们再找一个叫做gt好了 这就相当于把这里的x0也改成t 所以就是x减去t 给n加一四方 n加一四方 搞出这两个函数 我们让它去比一比 比一比 比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看 它的比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 是吧 因为这没说到什么高阶无精小 没求极限 就两个函数的比 你用罗贝达法则是不行的 罗贝达法则是函数之比的极限 现在没有什么什么极限 也没有说 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高阶无精小 你得能x去x0 的极限 在这两个函数之比 如果考虑两个函数之比的话 那我们只有一个 现在只讲了一个定理 就叫做科学规分中的定理 对吧 讲科学规分中的定理 这样就造出这两个函数 那么造出这两个函数以后 我们知道想干什么东西呢 造这两个函数以后 想应用这个 科学规分中的定理 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实现什么目标 就是这个函数跟这函数 比完以后 那个比值恰好是就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证明完了 对吧 就证明完了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造这个函数 这造函数挺有技巧的 这个想应用什么东西 应用科学综综定理 为什么你想应用科学综综定理 而不像原来的定理 用罗贝达法的 没求极限 是吧 并没有求极限 所以用科学 两个函数之比 当然我们就用科学综综定理 那我们这样做了这个函数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函数 仔细的观察一半 是吧 我们现在在上边写 因为底下等会还要做运算 是吧 好 我们知道干什么 是吧 而且也知道 我们这个定理二比定理一 高明在哪里 是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在上边仔细分一分析 FT 这样造出的函数 FT啊 我们现在不是刚才任意指定的 是吧 两个点呢 一是X0 是吧 一是X X不见得非得在X0的右侧 一是X0的左侧也没问题 另一点两个点 是吧 那我们这个T呢 就在这里 T在这里 换句话说 你用科学综综定理 你必须找出两个函数来 在这个区间内 是吧 B区间上一定要联系 这两个函数连续没有问题 至少在开区间科导都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看我刚才所说的定理那么强的条件 在区间AB上 有连续的N阶导数 是吧 在开区间有N加1阶导数 所以这个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是吧 现在我们只是看看 这两个函数 是吧 看看它的右端点是什么样 带入X的指示 带入X 带入X T都写成X 看 这所有的T都写成X 那么FX 减去FX 是吧 准备了 如果T也写X的话 那么X减X 后边向都是0 是吧 X减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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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FX减去FX 所以这个右端点的指示是0 我们再看看它的左端点的指示 F X0 是什么样 如果T等X0 这地方就是X0 这地方就都是X0 都是X0 那么恰好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减出FX 减去它的开牢多相式 因此就是余向 因此这个就是RNX 这是我们分析好的一个F 是吧 我们再看看G 是吧 G这个函数 它的右端点的函数值是什么模样 X 是吧 如果这T等于X X减X 就是0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左端点是什么样 是吧 左端点呢 很好是我们要比的那个函数 大家看它 我们要比就是X减X0的 是吧 N加1次方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看看这个RNX 是吧 比喻上这个是吧 X减X0的N加1次方 是不是真的像它所说的那样 是吧 就等于N加1的阶层 是吧 N加1阶导数 是吧 在某一个内点取代 是不是真是这样 我们就要的就是要叫这个比值 是不是真等于这个 如果等于这个 那么把这个X减X0 我这一乘 是吧 人家1 人家1次方 这就是我们的余项 这就是余项 这就是余项 这对定理就正完了 所以 最关键问题是 就是这个 是吧 看看它来比 是不是真的等于它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让它比一比 是吧 让它比一比看 看看 现在造好的函数 我们就真的让它比了 是吧 让它比 就比这个 是吧 RNX 是吧 比上 是吧 X减X0 这N加1次方 是吧 这也没有什么极限不极限的问题 是吧 是这个 现在呢 我就给它写上这个 这实际上就是FX0 是吧 看看 RNX等这个 比上GX0 这个 在这个端点上的函数值 左端点上 那我要用科系综组整理 那我得减去右端点函数值 看看减去FX0 减去FX 这里得减去GX 你减这个 因为它是零 你写在这里 形式主义 是吧 形式的摆在这里 你减零不减零都无所谓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 可是你一有了这个东西 那我就可以应用科系综组整理了 是吧 它就应该等于什么东西了 等于这个函数 是吧 某一点的 倒数 比上这个函数 在某一点的倒数 就应该这样 是吧 这科系综组整理 我们还非常的期待 是吧 就这两个倒数比 恰恰是这个东西 恰恰是这个 这是我们要证的嘛 巴不得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真的样 是吧 我们把它写在这 我们是非常期待 它这个东西等于这个 FNGAE 我们希望就这个值 最好是等于它 是吧 看看 是不是真的等于它 我们可以悬在那里 是吧 现在我们就真正做一做 这件事情 你底下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函数 看 记这个函数 你对T求倒数 很容易求 是吧 我们看看 对它求倒数 那首先呢 是 这个是 因为你要是 是吧 做这个 是吧 就是 这个函数 对T来求 是吧 对T来求 这T来求呢 就是NGAE 是吧 看看 X 减去T 是吧 NGAE N N次方 然后呢 X减T 还对T求 有一个负号在这 所以这底下这个导数 底下这个导数 很容易求 你把带入可塞的局 无非是把这个T改成可塞 所以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弄 是吧 所以这个好办 是吧 所以问题是分子的那个导数 对T来求导数 你看这T这么多摆在这 这么多T 你求导数 那咱们求求看啊 不要慌 是吧 我们求求 对T求导数 求啊 对T求导数 与X没关系 是吧 就把X当成数 那第一次求导数呢 就这个求导数 就是负的FT 你看看 然后接着这一项吧 这一项呢 以这也是T 这两项成绩都带着T呢 首先它的导数 它不动 是吧 用前面的负号 都都给它打开了 是吧 这是F 是吧 在这个基础上 再求一次导数 两片 是吧 X减T不动 是吧 然后呢 这一项不动 是吧 就是一的阶层分支 FT一片 是吧 这个不动 X减T 是吧 对T求 应该是负的 负一 是吧 所以负一 就是负一 那么这个有负号 这个有负号 是吧 那就是变成正的 这个 这一项 然后接着就这一项的导数 因为这前面有负号都打开了 所以再加上 看看我写 这减去 是吧 他的导数 二的阶层分支一 是吧 F两片 是吧 T 他求导数三片了 是吧 这项不动 是吧 X减T的平方 不动 然后呢 我们这头一项不动 是吧 头一项本来是前面负号 打开 负的 是吧 二的阶层分支一 是吧 F两片 T不动 是吧 这个东西 对T求导 首先是这个平方 对F减T求 就变成二倍的 是吧 X减T 然后F减T还对T求 还有个负号 把这二跟二 消掉了 那就变成一的阶层 就是一了 这项 是吧 我们看出规律就行了 是吧 我再再求一下 把这项导数求一求 减号 是吧 所以 就是减啊 就是减 是吧 三的阶层分支一 是吧 它的导数 这个不动 是吧 它在求导数 就是四的 是吧 七 是吧 X减T的立方 不动 然后减去 三的阶层分支 是吧 X的三平 T不动 是吧 这项 对于X减T求导 就是三 是吧 X减T X减T还对T求 还有个负号 就变正 就这样 这有个三 这有三的阶层 因此呢 除完以后 变成二的阶层 我们往下 还是这样做 先看规律吧 是吧 大家看看 你这有一个 看这个啊 F7的两平 负的 X减T 这有一个呢 F7两平正的 X减T 所以这项 跟这项约掉 弄没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项 这是二的阶层分支 X三平 L减T前面是正号 这二的阶层分支 X三平 L减T正号 不是复号 所以这项呢 跟这项弄没了 是吧 同样的 你可以想象到 是吧 你是一直展开到这 把最后一项 分成两部分 它的最后一项 跟前面那项 抵消了 只保留了 以后这些项 跟下面那项 都抵消了 最后就剩下一项 最后剩下是哪一项 大家看 就是剩下的这一项 N的阶层分支 对它修导 N加1阶导T X减T的N次放 就是这项 因为这项 你要拆成两个项 对后边这些修导 跟前面消了 只保留这一项 而且这项是负的 是吧 这项是负的 好 我们算完了以后 这个就导数算完了 这个导数算完了 按照科学 未分终止定理 我们的Dange 应该是等于负的 是吧 看看啊 F N加1阶 导数 在7那点的啊 然后呢 除上N的阶层 啊 X减T 是吧 N次 这是一项 分母呢 也有一项 它分母那项 就导G GT导数 在这儿 是吧 负的啊 我把这插了啊 用实在是没地方 啊 其实我们都应该 把整个运算保留 是吧 黑板不行 是吧 除上N加1 S减T的N次 这个 我们算完以后 要带那个值 是带一个内点的值 当P等于可碎的数 啊 P等可碎的数 啊 那我们现在好了 这一项跟这一项约掉 啊 约完了以后呢 负号负号 变成正的啊 因此把这个 N的阶层 撤下来 就变成再乘一个 N加1 所以就变成N加1的阶层 上边是F N加1 是吧 P不写成T T等于可碎那点的值 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展开式是正确的 是吧 展开是正确的 这就是说 刚才我们定理里所说的那 啊 就是说如果像所说的那 函数Fx 是吧 就是说我们的 刚才我们的定理啊 再服输一遍 因为这个定理也更有用 所以这个函数Fx 是吧 在这个 是吧 x0那一点呢 就在这个区间AB上 是吧 在整个区间AB上 由N阶的联系导 N阶的联系导数 在开区间上呢 由N加1阶导数 而且这个x0x是吧 是区间AB里的任何两个点 那我们这个函数Fx 可以怎么写呢 写成它的台楼座向式 是吧 台楼座向式 就是在x0那一点的函数值 再加在x0那一点的 各阶导数值 是吧 所做成的这个系数 就是多项式 N的阶层 x的N阶导数 在x0那一点 x-x0的N次方 然后再加上一个余项 这余项呢 具体写出来 就好比是下边那一项一样 是吧 N加1阶导数 但是不是在x0那一点 而是在cos那一点 是吧 就是x-x0的 N加1次 除了cos这点呢 不像是吧 其他的 那个像啊 都完全都一样是吧 就好比是它下边的自然的一项一样 是吧 只是说 在这个地方 是吧 它改了 是吧 它是在某一个内点上 x0跟x之间的某一个点 这对非常便于那个计算 而且我们知道它的最大的长处在这里 是吧 就是这 它不必 非得怎么样靠近x0 随便两个点 这个地方 所以它可以定量的来计算 并且呢 不受这点的位置的限制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定理 是吧 跟定理一 我们去去对比去 是吧 就知道它的长处在哪里 是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余向 余向的这种形式 大家看余向的这种形式 刚才我们说 余向的那个定性的那种余向的形式呢 就叫皮安诺余向 现在我们把这种余向呢 叫拉格朗尔余向 拉格朗尔余向 余向的这种形式 叫拉格朗尔余向 如果我们这个函数啊 假如说是展开 不是在x0那点 在远点的地方展开 是吧 那么也叫做是吧 马克朗尔的 是吧 这个 在远点的地方展开 是吧 也就变成这个x 是吧 这就变成0 是吧 这点 x的n次 马克朗尔 只要在远点展开的 那个台洛公式 这叫马克朗尔公式 余向看看你是这样 如果用高阶无精小那种余向 都叫皮安诺余向 用这种形式 都叫拉格朗尔余向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关于台洛 台洛公式 台洛公式 将来我们下次会讲呢 台洛基数 那就说 不限于至有向多向了 就无穷多向了 是吧 无穷多向 那就用台洛基数 更好的 用密基数 来逼近一个函数 这关于这两个定理啊 我们就比较 它的这个 长处 和它的 问题 那么下边呢 我们就给出几个函数 送上的 password ummer 啊 来看看几个重要的展开式 我们要求这几个展开式 都是马克劳林的 都是在原点展开 在原点 S0等于0 在原点展开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看EX 你还想把EX展成端样式 怎么展的呢 按照我们首先说说 在原点展开 那么应该是 这个函数在原点的值 E0 E0就是E 所以 再加上E的阶层 EX EX 因为你这函数的导数 这函数的导数还是EX 带入X 等于0的值 然后乘X 是吧 然后再加上 是吧 2的阶层 应该是两片 是吧 这个还是 你再求二阶导数 还是EX 是吧 带入X等于0的那个值 然后是X的平方 一直加 是吧 N的阶层 它几阶导数都是EX 是吧 带入X等于0的值 是吧 然后呢 X的N次方 这是我们来看看 那你往里带一带 就是E EX X等于0 那么还是1 所以这是 E的阶层分值X 是吧 再加上 2的阶层分值 EX X等于0还是1 X的平方 是吧 加上 N的阶层分值 是吧 X的N次方 然后还要加上 加上余项 余项我们写成 拉格兰儿的一项 但它后边 自然那项应该是 N加1的阶层 是吧 然后X的N加1次方 这应该是 EX的N加1 是吧 接导数 是吧 在某一个点的值 是吧 在哪一点的值呢 在 就我们不在原点展开吗 在原点展开 原点跟X之间的 是吧 这个X 随便一个 是吧 这个地方 那我看看 EX的多阶导数 还是EX 不过EX 现在呢 这不能带X 带C的点 所以E可C 是吧 C我们怎么来写了 反正就是 就是C呢 可以写成0 再加上一个Theta 乘X 是吧 因为这个 它总是在0和1之间 就是Theta是在0和1之间 是吧 不等0也不等1 所以就可以写成E的ThetaX 是吧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成E ThetaX N加E的阶层 E ThetaX X的N 这个就是 这个指数函数 EX 它的 是吧 Theta公式 而且拉格朗日的语情 是吧 这个当然N加E N加E 这是 关于 EX 我们再看一个 SinX SinX 那你要把它展成 Theta基础 Theta多样式 那应该怎么做了 首先是 在原点展开 应该是 原点的值 再加上 是吧 SinX的一阶导数 是吧 代入 是吧 X等于0的值 E的阶层 然后乘成什么东西 乘成X 是吧 因为X 减X0 X0是0 再加上 是吧 这样 是吧 二阶层 SinX 是吧 二阶导数 代入X等于0的值 然后X的平方 再加上 我下算了 那下算 那么 Sin0是0 然后再加上 SinX的一阶导数 CosinX CosinX 当X等0是1 所以这是 1的阶层 分之1 就把X写在这儿 2的阶层 SinX 这是一阶导数 就是CosinX CosinX你再求导 是吧 那就二阶导数 就SinX SinX 如果你代入0 它就是0 所以这项 二阶层那项没有 是吧 阶层算 三阶层 三阶层那项呢 是 负的 什么原因呢 你二阶层 是吧 看看SinX 两阶导数 一阶导数 CosinX 二阶导数 SinX 看看 我们再来看 SinX 一阶导数 等于CosinX 对吧 SinX的二阶导数 负的SinX SinX的三阶导数 负的CosinX 负CosinX 而且带入S等于0的值 L等0是Cosin0是1 所以这是负1 因此这个就应该是负的 是吧 三的阶层 X的立方 是吧 等等 这0我就不写了 然后再加上5的阶层 是吧 X的五次方 减去是吧 7的阶层 X的七次方 当然是正负相间 是吧 正负相间 一直展开到最后 是吧 2N加1的阶层 是吧 X的2N加1 因为这是 E3 5 7 所以你只能这样做 是吧 这边是负1的 N 负1的N 这是胎勒多样式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等会再把那余像写出来 先修一下 是吧